好的那回到这里来 那接着呢 你现在看这个部分的话呢 已经是把这个账号建立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要来继续进行下个步骤 那在介绍下个步骤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整个Lite官方账号 它的APP操作界面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 我们从左上角开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选项钮 这三条 这个有个三条横杠在这里 点取下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切换 你的这个已经建立好的账号 比如说我要切换到这一个 王老师的Lite社团 点取下去之后的话呢 好这样就切换过去了 账号的切换方式 那我们再切换回来 东东呢刷刷锅 OK这样切换回来 如果你还要再建立其他的这个账号 你就直接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 底下呢 有一个叫做建立账号的这个按钮 在这里直接点取下去 这样就可以再建立其他的这个Lite官方账号 那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呢 如果你有管理其他的这一个账号 你也会在这边同样会出现 管理其他账号的话 你可能是其他账号的管理员或是编辑人员 那重点是这里会显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权限 像这边都是管理员 管理员就是最大权限 如果有的是其他的是操作人员或编辑者 那这个就是不一样权限 这个地方我稍微提一下 再来的话呢 这边这个右边这里还有一个三个点点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什么 用户设定以及登出 如果你将来这个账户手机要给别人使用 就是账户要借给别人使用 应该讲手机要借给别人使用 这你就要登出让别人登录 这是一个 因为你不登出的话 一直是保持登录的状态 那再来这边有个用户设定 这个用户设定里面的话 有些提醒你可以保持提醒开启的 那还有这边的一些其他的设定 就新的讯息来说 你可以稍微的设定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聊天讯息 在这边有一个什么 传送照片的一个品质 这里可以选择高画质还是低画质 还是标准画质 现在是标准画质 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的画质的一个传递 那如果你是这一个所谓的 要用这个来将 就是你常常要将一些 精美的图片要传给 你的客户看的话 他可能要拿来做列印 或是拿来做其他应用的 那我建议你就选择高画质 那选择高画质的话 传输速度就会稍微慢一点 不过我试过了 现在在高画质的话 基本上来讲 1000x1000 差不多将近是 10万像素 10万画素 基本上来讲的话 已经很够用了 会不会影响到传输的速度 不会 现在市集都蛮快 所以通常我都会改成高画质 除非你不想让客户 用你比较好的 这个传输的 传递的这个照片 传递的这个档案图片 否则的话 你就选择高画质 好 那这边有一个自动重传 通常是开 就是传出去 如果这个未成功 他会帮我们呢 直接再做一个传递的动作 再来换航件 那通常来讲 这个地方你可以决定 要不要 这个增加你的传输的速度 就是换航件的话呢 就是一般的话 我们按这个换航件 他就是传送 那现在如果不打开 换航就是换航 所以这种适合什么 只传一行的人 就是说你没有断航的 就是你只传一句话一行的人 然后你就用这个来传递会比较快 传递会比较快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呢 做一个选择 如果你要传递的文字内容比较多 那你就不要打开这个 不要打开这个 这个就是在设定里面 可以看得到 在这边的聊天里面 可以看到 再来的话呢 用户基本档案 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连到 LINE官方这里去 你必须要登录到 你的这个LINE官方的这个呢 这个使用账号 也就是你的email 你才有办法呢 进去做更多的修改 这里我们稍微的提一下 这个后面会讲 有没有 这刚刚的设定 好 那这个我们就先关掉它了 回到我们原来的画面来 好 那这里就介绍这个设定的部分 所以呢 在这边你看 不只是建立账号 这有个设定 可以去做调整 当然呢 这个设定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 这有个设定 这是什么呢 这两个是基本上是什么呢 有部分 它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设定账号的部分 这个是设定 整个这个账号的部分 这边的这个设定啊 这边的这个设定 用户设定是指你这个LINE的 这个操作部分 就是这个LINE的操作部分 所以这边的设定 跟那里设定不同 好 那回到这边来 我们继续再做一个介绍 就是下面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页签 现在我们在里是主页 这上面显示呢 是主页 对不对 那再点取下一个 这边的话叫做 贴文串 所以在贴文串的管理 以及发送会在这里 那再来这个就是呢 聊天 也就是所谓的 一对聊天就在这里 那这边就是 统计分析的资讯 就是在这个页签之下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提醒 提醒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讯息 这边的设定 这边又一样 这边设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设定 就是提醒里面的设定 这边的设定就是 如果有一些些 其他的一些 这个 设定的状况 提醒你 它会这边会出现 所以现在这个 出现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 一个红点 所以这里 你现在的话 没有 那就不用点它了 好 那最常使用的 就是在这里 这就是主页 在主页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就是整个呢 操作环境介绍 整个操作环境介绍 那现在的话呢 我相信你看了以后 这个部分就了解了 最主要是什么呢 建立一个新的账户的话 就是从这里建立 这个你要了解 好的 那我们在这边 这一个小节的操作 先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 那接着我们就开始建立 我们的账户里面 应该讲说 把账户里面 再做一个设定 再做一个设定 我看着我们的账户里面 我们的账户里面 大家知道 感谢观看